如果說監製是一隻陰謀 我會說社工是一個... 考取完解 又去我友揚哥的地方 就有我SoSo Jason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 我是一個香港和澳洲的註冊社工 有人說社工在欺騙政府的錢 又說沒有牌都做得 究竟是否真的有其事呢? 我想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什麼是社工 今天真的很榮幸邀請到 社工界非常出名的 社工KOL SoSo Jason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社工 交台給你 多謝 如果說監製是一隻陰謀 我會說社工是一個 condom 只要有人 有community的地方 無論你之後上到火星或者月球 都會有人 搞事 喂 Jason 搞得越來越多了 就很容易出事 試一下不用 看看你會不會糟糕 所以說 一個普通的社工 就好像一個用幾用就穿的安全套 而一流的社工就是一個 無堅不吹 用了都不多覺的 condom 說笑而已 有沒有可能大家花幾年時間 學做一個安全套呢 其實很多時候 社工都是扮演一個 Safety Net的角色 去保障大家之餘 降低人與人之間的磨擦 如果未遇到他們 是代表大家 暫時沒有這個需要而已 相反 有些人的遭遇 就不一樣了 寶寶剛出生就被人遺棄 這個時候阿B應該怎麼算好呢 他會住哪裏 應該有交友給誰照顧呢 小朋友在學校被人欺負 到底又由誰挺身而出 去保護他們呢 老爸都年紀大了 積蓄都用得七七八八 究竟又應該在哪裏 幫他申請 生果金呢 有人患上cancer 事日無多 一直都有很多事想做 不過呢 怕麻煩到家人 所以一直放在心裏面 究竟由誰去了解他們 誰負責轉交代 給他的家人知道呢 上面 通通都是由社工 日壽爆辦的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 Field的社工種類 就例如 Family Elderly Rehab 醫務社工 等等 大家聽完呢 就有些什麼的感想呢 是不是還在浪費社會的資源呢 大家可以comment告訴我 那這條片就去到這裏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請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或者share 我們下條片再見大家 拜拜 字幕志願 字幕作創意 感谢观看